白鹤滩水电站创造六项世界第一 白鹤滩水电站工程规模巨大 地质条件复杂 工程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综合技术难度位居世界第一 主要技术指标创六项世界第一 发电机组单机容量100万千瓦世界第一 左右按各安装8台百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单台机组高50米重达8000多吨 每台机组运转一个小时发出100万度电 可满足一家人400年的用电 地下动势群规模世界第一 地下动势开挖量2500万立方米 由400多条动势组成 总长度达217公里 乌鸦泻红铜群规模世界第一 为了确保万年一遇特大洪水工程安全要求 建造了三条世界规模最大的乌鸦泻红铜 泻红铜群实现快速下泻洪水 好比为洪水修建三条高速公路 最高达到47米每秒 相当于170公里每小时 圆筒式围水条压式规模世界第一 设计有8个圆筒式围水条压式 直径42到49米 直墙高度为77到92米 为世界上已建水电工程中 直径高度最大的围水条压式 世界首次全坝使用低热水泥混凝土 白鹤滩水电站大坝为混凝土双区拱坝 双区的意思是在横向和竖向都是曲线 顶部弧线长度709米 最大坝高达到了289米 相当于100层楼高 白鹤滩大坝全坝应用低热水泥混凝土 低热水泥混凝土总量800多万立方米 300米级高拱坝抗震参数世界第一 白鹤滩混凝土结构抗烈安全系数超过2.0 大坝长期承受1650万吨 世界第二大水推力